生活中,你是否会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或者怨恨满怀? 这些累积的情绪,看似来自病弱的身体, 拮据的经济状况,糟糕的人际关系,或绝望的心情。 但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心理咨询专家路易斯海看来, 所有问题只关系到一件事,即是否爱自己。 在新的重建艺术中,它会为我们揭示追求身心和谐的心理模式, 以及重建健康生命的完美路径。 当我们接受自己,赞同自己时,生活就会恢复正常, 因为与一切握手言和是最好的解药。 一,生活的痛总让人遍体鳞伤。 路易斯海生于洛杉矶,一岁半时,父母离婚了。 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 后来母亲再婚,她的噩梦也随之开始。 路易斯海的继父生性残忍,脾气暴躁, 对他们母女非打即骂。 伤痛还在继续。 年仅五岁时,她被一个酒鬼邻居强暴了。 此后,在家里,她不仅要做沉重的粗活, 还要忍受继父的虐待。 在学校里,她被同学和老师看不起。 十五岁时,由于不堪忍受性骚扰, 路易斯海从家里和学校逃了出来, 当了一名服务生。 生活的愁苦,使她对爱极度饥渴, 加上卑微的自我认知, 她开始与任何对她好的人发生关系。 十六岁那年,她生下了一名女婴, 因无力抚养,只能把孩子送人。 之后,她把母亲带离那个不幸福的家, 安顿好母亲后, 只身去了纽约找出路。 想起电影《和以为家》中, 小男孩赞恩同样灰暗无比的童年。 赞恩出生于贫困的移民家庭, 生来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上不起学, 小小年纪只能去杂货店出卖劳动力, 贴补家用。 可家里还是特别拮据, 以至于父母把九岁的妹妹 过早地嫁给了一个成年人, 换取一些必需品。 赞恩对父母的做法很不满, 可他力量太小, 无法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被送走。 在得知妹妹因大出血死后, 愤怒的小赞恩拿着刀子捅上了那个男人, 被送进了少年监狱, 他稚嫩的脸满面愁容。 当法官问他为什么想起苏父母时, 赞恩抬起含着泪水的眼睛说, 因为他们生了我。 没有谁的生活是完美的, 众生皆苦。 可苦难再深重, 也要学会在夹缝中倔强成长, 因为还有很多值得的事, 等着我们去探索。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伤痛是一把双刃剑, 挺不住, 它就是毁灭精神的戾气, 熬过去, 它就是幸福生活的垫脚石。 二, 那些受伤的地方, 迟早会变得强壮。 路易撕海童年时的所有伤痛, 让他开始了长期的自我攻击, 感到没有价值, 不配得。 有一件事很有代表性, 四年级时, 学校举行晚会, 有好几个蛋糕供大家分享。 因为家境贫寒, 在众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中间, 路易撕海自卑又敏感, 他衣着破旧, 发型可笑, 还穿着一双黑色鞋子, 身上散发着用于蛆虫的生酸味。 于是, 他每次都站在班级最后一个。 当别人已吃过两三块蛋糕后, 轮到他时, 蛋糕已经没有了。 他脑海里深信不疑, 我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应当得到任何东西。 这种思维模式一直侵扰了他许多年, 甚至带吸引到的男人也都虐待他, 打他。 到了纽约后, 路易撕海成为了一名高级时装模特, 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消费, 可即便这样, 他也无法建立起自我价值感, 自尊程度仍然很低, 因为内心的伤痛还在。 偶然一次, 他参加了一个教堂举行的心理课程, 让他觉得很有收获。 于是,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 学习各种有关心理康复的知识。 三年后, 他申请成为教堂认证的合格咨询员, 又到爱荷华州的一座大学, 仅修了六个月。 他通过了考试, 开始从事咨询事业。 在业余时间, 他尝试写制于你的身体一书, 并开展巡回演讲和半培训班。 生活于他渐渐有了亮色, 心里增添了很多力量。 几年过去, 不幸再次降临到他的身上。 可能是由于五岁时被强暴的背景 和青少年时期堕胎的经历, 他被确诊为生殖系统方面的癌症。 像其他人一样, 当得知病勤后, 路易思海一度陷入了恐慌。 但由于多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他明白精神康复是有效的。 路易思海认为, 癌症是由于埋藏在心中的深深怨恨 长期得不到化解, 而导致癌细胞逐渐吞噬身体的。 如果他不能放弃对过往的愤怒和怨恨, 就不能去除身体和思想上的毒瘤。 他开始自救、读书、足疗、 心态调整、健康饮食、冥想等, 做各种有益于身心疗愈的事。 他会每天站在镜子前暗示自己, 路易思,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他改变了自己的思考模式, 信念模式和行动模式, 坚持六个月后,奇迹发生, 他痊愈了。 可见,精神因素对身体有多么大的影响。 相信,我们中有很多人, 欲试都有苛责和否定自我的时刻, 一味沉浸其中, 只会让自己身心受损, 信心崩塌, 无异于修正或重塑美好生活。 人只有冲破心灵的枷锁, 用爱抚平伤痛, 才能如你所愿, 收获成长和希望。 正如海明威所说, 生活总是让人遍体鳞伤, 可是后来, 那些受过的伤, 终将长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三, 给自己一个机会与一切握手言和。 路易思海小时候, 因为母亲没能给予他足够的保护, 让他遭受到继父很多粗暴的虐待, 伤痕累累。 多年来, 基于儿时的经历, 路易思海与母亲和妹妹相互之间, 既不亲近也不坦率, 但在抗癌成功后, 他回到了出生地洛杉矶, 开始建立新生活。 得知母亲已双目失明, 还摔了一跤, 后背受伤, 无法照料自己。 他很难过, 便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悉心照顾, 还找医生为他做了白内障手术, 使母亲重见光明。 路易思海和母亲 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方式 坐下来交谈, 对彼此有了新的理解。 这也证明了一个人 只有先学会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 路易思海说, 现在的我用爱心来看待过去, 我选择从过去的经验里学习, 无所谓对与错, 无所谓好与坏,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我爱自己, 我要让自己走出过去, 享受现在, 我的世界一切都好。 而当他不再纠结过往, 选择原谅, 与所发生的一切人和事握手言和, 生命也开始舒展, 身心都感到了自由自在。 他的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被邀请到很多地方做演讲。 有几个好的思维方式, 值得我们学习。 一, 从过去的事情中解放出来, 让我们把头脑中过去的事情清扫一下, 抛开衣服在往事上的情感, 让回忆仅仅是回忆,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把所有想要清除掉的事情, 列在一张清单上。 下一步就是宽恕, 既宽恕自己, 也宽恕别人。 闭上眼睛对自己说, 我需要宽恕的人是谁, 宽恕你的哪些事。 如果你有练习的伙伴, 让他回答你, 谢谢你, 我现在让你自由。 做五到十分钟, 重复练习, 找到你心中不平而哭泣的地方, 让他们离开。 爱是使任何病症康复的一技良药, 而宽恕是通往爱的途径。 二, 始终支持你自己, 不管做什么, 都要自我鼓励, 你真棒, 为自己的点滴, 进步加油。 我相信, 我们能够改变一些事情, 可以随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调整, 比如演讲, 第一次, 可能会有很多瑕疵, 没关系, 始终为自己喝彩, 坚持下去, 你很快就是专业人士了, 拒绝用任何方式批评自己, 要支持自己, 肯定自己。 三, 用新思维模式看待问题, 消极的思想阻塞了大脑, 爱与快乐, 就无法自由畅通地流淌。 有一句话说, 我们能从最小的混乱中, 找到全部的灾难, 也能从最大的悲剧中, 找到喜悦。 关于人际关系, 要想我所有的关系都是和谐的。 关于爱情, 要建立标准, 你想吸引什么样的爱人, 列出你自己的品质, 你将吸引一个具有这些品质的人。 关于工作, 要说我对我做的一切感到满足。 关于成功, 要想每一次经历, 都是一种成就。 关于财富, 要视觉化, 是想海水的充裕和不受限制。 对自己说, 现在的我期待最好的, 我接受最好的。 关于身体, 我满怀爱心, 倾听身体的信息。 新的思维模式, 可以治愈很多身心疾病。 想好事, 好事就会来临。 要做自己情绪和思想的主人。 路易思海, 用大量的实际操作方法, 从改善人际关系, 工作, 思想, 财富和身体方面, 都给出了相应的措施。 吴启师在《无声告白》说过, 一切苦难都会过去, 学会和自己和他人和解, 放过自己, 也放过别人。 人生有无限可能, 不要把自己禁锢在灵魂的方存之底, 也不应受困于心灵的羁绊。 我们要努力地爱自己, 与这个不太完美的世界达成和解。 当你走出人生的阴霾, 积极的生活, 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